我们来看台北地方法院 陈水扁最新出招要求传阅芳如 而且要求呢 所有曾经跟估重量接触过的检察官 都不得再跟估重量接触 以免有勾串的嫌疑 等线给记者吴嘉慧 好了 刚刚第七法庭是现在已经在休息的状况 休息15分钟 那么在休息之前呢 这个陈水扁又再度的讲出了 他在农潭案和国务其要费案 希望来申请传唤的证人 那么在农潭案的部分 他讲出了一个名字 让大家是吓了一大跳 他说他要传唤检察官岳芳如 究竟为什么要传唤检察官岳芳如呢 我们请邱荣来告诉我们 到底陈水扁是为了什么 因为其实最主要律师有提到岳芳如的名字之外 还特别要来强调 希望军院也就是这个法庭的庭上呢 能够来要求高喊是岳芳如 以及陈案这个本案的相关检察官 要禁止他们来和菇仲亮有任何的接触与联系 目的就是要来防止有勾串的状况 好了我们可以知道陈水扁他是怀疑说 他认为说这个岳芳如去日本找菇仲亮 跟菇仲亮之间有条件交换 所以要传唤岳芳如再来作证 那么他不断是传唤了岳芳如 他甚至还要求这个法官要调阅相当多的资料 这些资料呢都是跟检察官当初和菇仲亮接触有关系的 到底他要调阅哪些资料呢 因为其实首先这个律师是罗列出了非常多种 那么当中第一项就是要来向特征组调阅岳芳如检察官 在去年的10月还有11月 包含是他请假休假甚至是公假的记录之外 那么也包含要来向这个入出境管理局的部分 要来调阅岳芳如在去年的10月11月入出境的资料 尤其是在日本这个部分 还有就是说来向特征组要求调阅 岳芳如他在这个日本的状况是勤款 甚至时速住宿的情形的所有勤款的凭证 还有支出的单据 那么另外呢还特别向特征组要调阅的部分 则是估重量1亿元的聚保金 当中这个银行支票的存根或者是银本 这个部分他们也是特别要求要来调阅 还有一个则是呢 这个估重量遭到通缉的期间 所有的通系联系的相关卷证资料 他们律师通通都要来调阅 那么事实上最主要的质疑点就是说 岳芳如到底去日本是用公假是用请假 还是用什么名义待了多久 透过谁的安排来和估重量见面 最主要要来质疑的部分则是说 那么岳芳如检察官到日本去估重量回台 是不是互有条件交换 以及他们要来这个怀疑说 估重量因为在利益利诱的状况之下 或是利益交换的情形之下 回台做的证词到底有没有证据能力 也引发了争议 因此他们是向庭上要求说 估重量回台之后对于龙台案的公词 他们认为通通没有证据能力 那么除了这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检察官 岳芳如之外 在龙台案的部分呢 陈水平还申请要传唤了孤承允 蔡明哲 蔡明杰 孤重量 李介慕 以及林百里 那么加上之前的岳芳如总共龙台案 他希望传讯7名这些证人或被告 那么另外呢 在国务基要费的部分 稍早在休庭之前呢 陈水平也做出了一个要求 他要传唤李登辉 连战 苏志成 以及梁恩寺 那么如果呢传唤李登辉获准的话 那将来呢李登辉和这个陈水平共同出庭 我们将可以看到两位陈总 两位的这个前总统 共同在法庭上面出庭的状况 这又再创下了一项司法先例 那么以上目前第7法庭最新情况 将时间交给同内楚波 好的 我们看到是在台北地方法院 陈水平最新的出招 我们先进广告